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认知领域上面怎么样认识到说这东西我们要破茧 认识到这东西不是一个就是大家不可以去触碰的 不是一个精神鸦片 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规范的体系里面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健康的成长 对 往往一降工程化顾哭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都直接真正到直接定义选手 那真正也是万里挑一 他这个就是运动员水片 跟运动员是一样的 小朋友有这种话吗小朋友特别喜欢打游戏 家里送他去的这种职业这种评论品 然后立刻借了网瘾 打了两天以后你乱没有天分借掉了 把网瘾立刻借掉了 对你们还有后面的一套管理啊这方面的服务 你的意思是怎么去职业培养啊 职业培养 然后他们怎么走上他们这个职业岗位 然后有个比较长的一个 对而不是说这一些职业学校说 哎 这个东西很时髦 很热 年轻人喜欢 我就办一个这个专业 然后收一笔钱 哎 这个费用还不低哦 收一笔钱就很功利 就为了就是赚这一笔 但是又有很多高校啊 他开这个电竞的专业 就是也吸引大家进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说开了这个电竞的专业 然后整个行业又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把电竞当职业的这样的一批人 或者我就想把电竞当职业 人家以前给过一个什么建议 就说大学之后就先好好学 嗯 不行不行 那你错过呢 那来不及了 错过他就是他 反映的最佳时期 他们他们的那个巅峰时期 就十几岁到二岁 就你想当体操学手 有人说你大学之后再当 对 不可能不可能 他的巅峰 体能巅峰已经过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 是一个更多人 各位觉得那我做电竞 他算不算是一个新的出路呢 虽然万里跳一 但你说上清华是不是万里跳一 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新的出路 这我小时候有一个讨论 你们还记得丁俊辉吗 那个时候打台球是坏孩子干的事 对对 小流氓打台球 就是他家里培养 他打smoke 最后你打成世界冠军 这肯定是一个出路嘛 他是一个 是一个出路 但可能你作为 你真定不许的要走这个出路的人 除了你有极高的天分之外 有没有过一些社会上的 或者家庭上的学生的支持 不懂对他的一种培养 然后以至于就比如 你的职业生涯没有走顺的话 你还有别的出路没有 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个全面的一个素养 现在很多孩子 有些比如专业体育院的孩子 除了那一个体育运动 他其他什么都不会 他没有打比赛打出来 打了一身伤残 回到社会 他什么都不行 这种故事不是很多吗 有点像电竞运动员 咱们担忧的那种孩子的出路度 对 我觉得咱们正是这个岁数来 讨论这种事 就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平稳过度 哪怕你没有打出天分 打出成绩 你能不能够有一些 全面的素质 去进行这个社会呢 对吧 就我们希望是能有更多的支持 或者自己的这种 或者家庭的 对吧 各种的那种就是清醒认知 对吧 能够有一个不错的人生 我们其实刚才聊了这个事 就说作为一个出口嘛 那我其实特别想问 就是说清华毕业的 清华毕业的这个学生 有没有去做游戏相关的这些 呃 其他的专业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们社会学校还真的有 有 做游戏 而且仿佛之间成为了这一两年就业的一个主要的潮流 是 我们对于社会学的想象就是 社会学嘛 毕业以后无非就是做社会调查 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去做公务员等等 就好像是比较对口的一个方向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 我们的同学有了一个新的出路 就是到游戏公司去做游戏文案的策划 大家一方面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大家都纷纷地去选择做游戏策划 当时薪资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确实是比其他的行业要多两到三倍 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 对于社会学的能找到一份如此之多的薪资的已经很了不起了 最大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游戏公司特别喜欢 招学社会学的 因为他们需要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重新去打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崭新的社会形态 那他们就会下意识地觉得 你学到社会学就知道 怎么样去构建一个社会的场景 世界的图景 故事线 世界体系 政府的运作 政府社群之间的关系 然后特别是我们学社会学的 又比较的带有批判性 它都是有理想的这些一些理念 在现实世界里面没有办法去完成 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出头 一个虚拟的世界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我们重新去打造一个乌托邦一样的 Utopia的乌托邦一样的一个家园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切尔罗贝利核电站之后 整个世界图景崩塌 重新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 那为什么我和上次 和上次参加说 因为我们是我也会 我们现在也会鼓励学生去做游戏 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我个人的论断 我说故事的载体在过去是小说 现在载体是聚集 现在是聚集的黄金时代 然后未来一定是游戏 一定是 就一定是游戏 现在我也会去玩一些游戏 我们会发现它的世界观的构置 然后里面就是那种人的沉浸感 人和社群关系 人搭建了全新的关系 它里面还有很多哲学思想 人文关怀 艺术风格 它整个已经超出了原来 对游戏那种印象了 就以前觉得很鱼烂 这也许也回答了我们前面那个问题 我们常常说电竞的时候会想说 那小孩子一江功臣万古哭 你如果这个不行你怎么办 你不能当真实选手怎么办 其实电竞只是这个整个的 我觉得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部分 电游戏 然后对于游戏的参与 然后对于玩家的理解 这其实电竞应该不只是一个运动 它其实是整个 我觉得是整个我们人类未来所看到的一种 艺术各种各样的方式 一种生活方式了 它可能后来也会变成人们的一种思考方式 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问家长说 要不然让你小孩对这个电竞很有兴趣 或电玩很有兴趣 你不一定是说他只能当电竞选手 对 你可以往别的方向 对 你可以加入这个 对 刚才我们还在讨论 电竞它不仅仅只是说去打电竞 它牵扯到很多的产业 CG 设计 受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架构 还有管理等等 故事的编写 故事的编写 脚本 剧本 拍摄等等 这个态度一定是越来越松动 对 越来越松动 越来越困难 对 那你看啊 咱们电竞也好 国潮也好 好像都是年轻人 这个叫脱骨研制嘛 我用这个国潮 或者用这个游戏 来表达一些我的态度 但是今年或者是这两年 有一个形式 这个到我的主场 它是真的就表达我的态度 就是脱骨秀 这个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脱骨秀其实是一个错误翻译 它是把talk show直接翻译过来 实际上talk show指的是深夜访 咱们这是个talk show 嗯 对 对 这个真正站在台上说段 叫stand up comedy 我们翻译成单口喜剧 是的 然后这个艺术形式 大家一看各种 也除了很多明星 对对 那都有街机的了 你知道吗 这是很难想象啊 我只是讲段子 因为我说街机 这是非常厉害 但是在国外也是这样 哦 国外 像那个Peter Davison 对吧 都能跟女明星谈恋爱了 Peter Davison 那是真是长得好 天赋一饼 然后而且大家已经开始疯狂地讨论这个事 到什么程度 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因为以前大家经常会去问 比如问德云社 采访郭德纲 对对对 你担不担心上升输给脱骨秀 对 郭德纲老师肯定说不担心 不会也不担心 因为啥 因为德云社呢 他做得非常好 但我有一个小私心 我有个直观的感受 我问了一些小的相声团体 我跟人家聊 他们就说 你们把我们干掉了 我说为啥 最简单一个是 他们租不到剧场 就因为剧场 我一百人的剧场 我是租给相声 还是租给脱骨秀 我租给脱骨秀 对 这边好买票 对 这是一个直观的 实实实在在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民间红的一个兴起的 一个标志 对 所以有一个学者人就说 说脱骨秀是新的城市文学 是 各位同意吗 这个词 我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因为我觉得其实脱骨秀 因为我也会一直在看 也很火 其实在脱骨秀 某个节目 在很火的时候 就是周末大家都在看 每个人都在看 这个很正常 我当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它跟相声 最大的不一样是 相声它是一个匿名创作 就我卖不头的人是谁呢 肯定不是郭德纲和余谦 对 就算他不停地遭改 余谦的爸爸 你也知道那个人 不可能是余谦的爸爸 他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 口口相传 但脱口秀 它是个人化 很个人化的 杨丽的段子 不可能让杨丽去说 杨丽的段子也不可能让 就是什么 比如说像让杨丽去说 它是不可替代性的 是每个人讲自己 真实的生命体验 它是实名制的 这一点很要命啊 就它一个是实名制的 讲每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 就很接近文学了 然后第二个 它是即时当下的 就是你会 就是很多相声像郭德纲 他们很会杂挂和献挂了 也只不过是在一些 古老的传统相声上面 去讲一些新的东西 借古 奖金 或者这样去缝合它 可是脱口秀 讲的就是当下的事情 什么时候讲什么 它那种即时性 当下性 和对生活的深刻捕捉 它那种敏感和痛感 但对年轻人来讲 它就是直接打在 你的嗨点和童年上 它太直接了 又特别的个人性 就像以前的话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角色吗 你讲的谁和谁 它是个 怎么说 就是我们讲的是一个角色 是一个人设 但它讲的就是自己 它不会再像原来一样 寻找最大公约数 然后去打中你 它就讲的是我自己 我试图讲我自己的经历里 去打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所以它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很接近 文学了 你讲自己的生命体验 你对生活 有个敏感的观察 然后呢 你去获得大家的共鸣 在时代共振 它就是一个人学 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一直觉得 脱口秀里面 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 无论是都市文学 都市文化 但它都是和大都市 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你在其他地方 见不到这样的一种形式 对 我们常常说北上广 北上广没有进东 四五线没有李旦 类似的一些表达方式 对对对对 你说在北京上海大的城市里面 才有这样的一种体现 那么可以看一下文本 白邦黎提到文本 我们看一下脱口秀的文本 如果我们做一个词云的分析 看一下文本 脱口秀我们会讨论什么东西 上班工作压力非常大 情感爱情的生活 讲自己对吧 那实际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叫列飞福尔 专门研究城市空间改造 他提出一个叫现代性 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不仅仅是说 我们的城市更新迭代 新的建筑物起来了 而是说现代性 给人们带来了剧烈的痛苦 那这些痛苦 是在现代的 现代性到来以后才会发生 虽然一方面 我们看到现代性 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 但还有很多是不断地 文化是不断地在轮回 那轮回的文化 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场景里面 不断地痛苦地陷入到 一个深度泪卷的 一个世界当中去 这些痛苦 当我们用脱口秀的 这样的一种自嘲 或者自含的形式 讲出来以后 我们讲述的是一种自嘲 但实际上讲述的 也是我们在都市当中的 一种生活 每一个在座者的感受 他会有共鸣 但是也许只有在大都市 城市生活里面的这些人 才会有这样的共鸣 我们在小镇四五线 我们觉得最多的是 为什么要看脱口秀呢 连机上网 打麻将不香吗 前两年 前两年给我们的一个说法 是啥 就是我为什么要听 一个人站舞台上瞎白话呢 我为什么听他瞎吹呢 我也能瞎吹 我喝醉了吹得比他还好 感觉 这也许真的是一种大都市的精神体现 我自己在听那个喜剧也好 脱口秀也好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解 叫做同样是对生活中的不满 然后对于那些让你愤怒的事情的解嘲 你知道在我 要讲这一句话 在我年轻的时候 常常听过的一个字叫愤青 你知道吗 这愤青的意思就是 对于生活中的不满 他们的展现是握紧拳头 表达愤怒 对 然后我说 这个怎么样 这个世界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你看现在的新一代叫孝晴 就是他们对于就是 就是这些事情 一样是让他们不满的 一样是让他们受到伤害 可是他们现在呢 我喜欢看喜剧 我喜欢听这个人打动 去朝对于性别上的 对于婚恋上的 对于工作上的 我喜欢听你们去嘲笑他 去开他玩笑 去调侃他 包含调侃我自己 这两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前一代 同一模一样的事情 前一代是表达应该是愤怒的 而且才代表你有血性 对 那所以我认为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一方面也是时代在改变 二方面当然时代也在进步 为什么 因为只有当你的安全感 越来越强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这不需要愤怒 对 这不用要用愤怒来解决这一切 笑一笑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但我感受没有你这么正面 对对 我知道你一定有一个负面的感受 对我感觉没有 我们两个完全都可以并列 对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 他的压力更大 更累了 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去愤怒 愤怒是很有能量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他很有能量才能去愤怒 他已经就是被压榨一空了 他就只能就是说笑笑 除了笑笑 我又能干什么 可是我 我完全同意 对 我也补帮你一句 对对对 咱俩是共产的 调侃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能量 是是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我常常听教主 他们会这种 做喜剧的人会讲 就是 他本身就是一种消化内在 不满 调整 消解负面 消解负面情绪 对不对 你有一个悲剧 你把它消化掉以后 它就成为一个笑话 而且能够去欣赏这样的笑话 能够跟人家一起笑 其实是一件挺健康的事情 是 愤怒必然 固然是一种能量 可是能够让他 大家对这件事情笑 笑是一种特结构的能量 对 是是是 我自己看单口喜剧 因为我从业嘛 我从业七年 然后我在初七的时候 看的时候 作为一个纯观众 看 我觉得他给我一种力量 是啥呢 我当时看了一个 美国的单口喜剧演员 他讲了一个段子 叫Louis C.K 他讲了一个段子 就说 他说你们有没有 感觉特别穷的时候 被自己银行卡余额 穷笑了 就是 你看 我太穷了 就笑了 对 就是我每每一想到 我要讲什么样的段子 就他这个段子 总会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那他这个能力标志 我就觉得 这是一种 你在逆境中啊 你能嘲笑这个逆境啊 你看那么穷 你没想到的是我完蛋了 你想的是 这我也太穷 我怎么这么穷 这个心得有多大 对 这个心得有多大 这个 他这个态度 其实陪伴了我很多 你看我的段子里 有写我自卑的 有写我做手术的 有写我膝盖摔伤的 那些时候 我会第一个选择的是 好好笑啊 这时候医生说了一句话 这个医生好好笑啊 我会想把他写成了 你从你里面抽离出来了 对 你从你的不幸中抽离 这是单狗喜剧 给我的力量 那我其实想问问各位 你们觉得 就是喜剧 它除了笑以外 还会给人什么力量 比如说有一个主流观点 讽刺 你觉得喜剧 要不要用讽刺 来给别人力量 或者还是就是说 其他的一些个力量 我们能汲取出什么呢 我说你刚才说 肖姐已经很有力量了 肖姐权威 就是她的力量 我觉得她 已经是很大的力量了 我认为哭是没有创意 笑是充满创意 就是你但凡哭 都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 才哭嘛 对不对 可是笑往往是因为 不理解才笑 你一定笑了什么东西 我没get到的东西 然后你才笑 所以每一个笑容 基本上都是开悟 你看 那个年花一笑 对 开悟 你笑什么 年花一哭 没什么必要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认为 哭是一件非常非常诚实的事情 可是笑是一件 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事情 是的 我讲刚才说 就是要不要一定要嘲讽 才有力量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觉得一定要嘲讽 才有力量 就像其实像周琪默讲的那种 我很喜欢周琪默 我是他的粉丝 就是他有很多对生活的细腻观察 就我们形容叫做 对琐碎生活的温柔复活 其实你能看到生活里那些 很无聊的事情 琐碎的事情 你负以它重新的意义 你觉得你生活 这么平凡的生活 也值得一过 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还有就是你看 所有那些讲的过程都很惨 没有钱 长得丑 没有女朋友 没有男朋友 就是都是不幸 不堪 不足的事情 最后你就复之一笑 你这种心态 我觉得很了不起 而且在疫情这种时代 这种里边 你不觉得是一种 很强的一种心态吗 就是我老形容 我说脱口秀 我看到就是叫 看见个体 也看见生活 笑笑别人 也笑笑自己 哎呦 我听到的是 比如说 我们的脱口秀的演员 包括我们的教主 在台上 他在讲 无论是讲自己的故事 还是讲自己所经遭遇的 或者看到的一些 精彩的故事 用段子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听的时候 会发现 这些故事 在我自己的身上 也有在发生 找不到女朋友 工作非常伤心 我也自卑 我也伤心过 等等 然后慢慢地会 在这里面 寻找到一种力量 那这种力量 实际上也是和我们 整个大都市的精神生活 它是有联系的 对吧 你自己一个人 今天被老板批评 工作业绩不好 很伤心地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里面 十点钟 躺在床上 躺在沙发上 真的需要力量 真的需要共鸣 但同事也很冷漠 大都市精神生活 就是冷漠 人和人之间 你的事情和我们 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 教主 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在这里面 我看到自己的影子 认识到 我其实并不是自己 孤单一个人 我在大都市里面 我来到上海 北京 北漂 户漂 金漂等等 我已经非常非常的 漂泊很累 但是在这里面 会找寻到 自己一种精神上的 心理上的一种共鸣 所以我来总结一下 几位文化人 给我们这行的总结 就是笑声 是现在这个言论空间下 年轻人的一个新的表达的方式 也是一种新的表达的可能性 以前我们都是愤怒 甚至哭 现在我们可以笑 我们笑出来之后 就有一种新的一种 很酷的感觉在里面 这玩意我笑就得了 但有一个现象 有一件事 是人家连笑 这个语言都没有 就引得所有人喜欢 就是上海迪斯尼 推出了一个新的IP形象 林纳贝尔 哎呀人家不说话 躲在这个玩偶里面 有的时候还模仿生气呢 就第一开始给你展示裙子 嘿嘿很开心 然后最后烦了就这样 就大家太疯了 还七个小时去买他的周边 还有人给他求婚 你就太爱他了 所以这个形象我就想问 你说大家玩命的喜欢林纳贝尔 首先他是一个纯虚拟的 他跟以前的动漫的那个IP都不一样 他没有故事 他没有故事 他没有作品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形象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呢 那个我也看了很多林纳贝尔的视频 是我的工作室的小朋友安利我 就开始我就觉得好傻 什么东西营销 之后我也看进去了 就变成了真香 首先我想跟你们说 就是你刚才说 就是他没有故事这一点嘛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他没有故事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 一个idol他没有作品 对吧 但他的舞台和互动 其实就是他的作品 他其实有一个 我觉得他们对他提炼很准确 叫没有故事的优势 因为其实所有的提示 你的这些人物 他都是严格的 人格 性格设定的 你的边界很明显 你不能做任何 超出这个人物 故事 角色 性格的表达 但因为林纳贝尔是没有的 所以他的表达 就是非常非常的借地气 就是他们里面 被大家所欢迎的几个关键词 不是说你是作为什么 米老鼠的好朋友 不是 打飞的朋友 什么精灵天使 不是这个存在 大家都概括到此 是打工人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一段视频 就是米老鼠出来 他就说 老板你走 你在前面 老板 那么卑卑吗 打工人 然后你说 林纳贝尔 你现在很火 你知道吗 买你的玩偶 会变得很开心 他就说 因为晚上我要回去 采缝线机 给你们做玩偶 就是他是个 打工人的形象 然后现在他不是 变成销售冠军了吗 然后他们米老鼠的互动 就变了 他变得非常自豪 就销灌销灌 就是我跟老板 可以平起平坐 就是他 首先第一个 他的这个人设 是非常接地气的 他不是什么公主 王子 什么那种 他不是童话 是现实 中的你和我是 打工人和销灌 然后还有就是 他有很多很多的互动 就是在我的观察中间 就是我觉得 现在这是一个 全新的方式 共享的不一样 就以前他是一个 电视影视剧 告诉你故事 是什么样子的吗 就观众是被动地观看 但他没有故事 他是靠跟观众的 不停地互动出圈 其实每一个 就跟他互动的人 拍下来的人 都是他的创造者 他这个人设 是在不断地 变得越来越丰富的 这个故事一直在延展 所以观众 就是大家会 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 最吸引我 就是他这个故事 在发展 就他的梗 会越来越多 然后这些 演他的演员 就接受新的设定 然后大家也在 不停地传播 这个剧情宇宙 就在扩张 在生长 到目前为止 他还在不停地升长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一个点 就不像以前 就是迪士尼 拍成动画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样 它不是固定的 所以对大家来说 那个参与感 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也可能 是他的创造者 我跟他这种很强的连接 我从另一个角度讲 我都讲说像林达贝尔 或者是其实类似的 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特色 就是我们现在的观众 越来越喜欢参与到故事里头 对 对 就是因为传统的迪士尼 是你讲好了一个故事 我们是这个故事的 对 被动的接收者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你但凡出来一个公主 我就要看他跟那个电影的 像不像 对 对 可是现在就不是 我们就跟刚才讲 我们是故事一部分 我把它往更开的地方讲 这也是网络世代的一个特色 对 因为在网络世代里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参与在这个故事当中 加上自己的一笔 你的每个评论 每个转发 其实都是故事当中的一部分 没错 你看现在有好多的节目 它其实就是让一个观众 一起产生的故事 什么哥哥啊 姐姐啊 对 晨风后浪 还是披心斩棘啊 对不对 对 那或者是像各种 各样的选秀节目 这些节目它并不是说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东西 来给你看 对 你看像以前 刘德华要拍演唱会 一定是我做好了一个 是成品 给你看的是一个成品 对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不是了 现在每一个都是 来的时候可能是青色的 幼稚的 嫩的或怎么样 然后我们一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观众的评论加进去 自己帮你组CP啊 找敌人啊 然后自己在里头帮你弄故事啊 然后你们会共同 跟它一起创作出来 养成戏 对 养成戏 所以 这真的就是 就是 网络时代的一个特势 也是一个特权 对 就是我们不再甘于 只是故事的观赏者 就是 往后降向 您有种乎 对不对 我们这个每一个人 我也可以是故事的参与者 跟一份子 以前我可能就是 能够帮你打榜投票 就去了不起 我现在要成为你故事 主线中的一部分 对 然后就是我们的 每一个的 每一个的 这个在里面的 帮你们的 编造的 那个人的对立的情绪 或怎么样 一定也会影响到 你们里面 对 所以我现在讲的话 其实就是 这就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特色 也是现在一个特色 就是参与 每个人都是 其中的一分子 没有一个人 再会觉得说 我只要坐在这边 等这个世界给我什么 我就是要在里面 成为一分子 参与感会很强 对 参与感非常强 这应该是我们 因为这个参与感 一定要配合科技 跟时代所提供的 参与能力在一起 对 没有短视频 就不会有林娜贝尔的走路 对 他不是说 靠每个进去的人 是很好看 他是靠视频出圈 他必须天使电力 他通过那些短视频出圈 对 你说林娜贝有这种方式 在二十年间三十年间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没有这个 没有参与的管道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 就是 你看像我们现在在 在做谈当中 其实也是一个 彼此不断的参与 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 播出去 那个这个 弹幕 弹幕对不对 他们也在参与 事实的很多 这个世界上是一个 每个人都能参与 另一个人的世界 就是一个 改变了 已经改变了 既痛苦又美好的世界 对 所以我总结一下 你看 国潮 是创造了一种 我们传统的话 重新被诠释的可能性 然后电竞呢 是我们全是一种 年轻人自己主场 那种 那种狂热的可能性 然后脱口秀呢 是我们 在这个言论空间下 然后新的一种 表达的可能性 然后林大威尔 这是我们一种 参与感的可能性 那最后 我就问三位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未来 这咱们也是年底了嘛 咱们就展望一下 咱们渴望着生活的 那种可能性 在各位来看 那到底应该是个什么东西 那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 其实我们都经历了 过去一年 这个疫情 我认为在疫情的过程当中 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 人类的可能性 一个一个在 被收复 没错 被收宰的日子 那是一个最让人郁闷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那一刻 你才会想到原来 可能性是这么珍贵的事情 是 就都还不讲是什么 是要往好的 或者是坏的 就是你会看到 可能性在收缩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里也在枯萎 所以我如果要问我的话 我会由衷地希望 就是这个世界的可能性 能够变得越多越好 让我们的可以有的选项 越多越好 那因为不管好的坏的 你总得给我们 有了选项的可能 对 你才能够创造 自己的要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 我从来没有过像今年 这么期待可能性的一年 那说到可能性的话 我会还是回到社会学 因为是研究什么 就是研究社会 但社会太泛了 到底什么是社会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会研究 社会当中 人和人之间的一种连结 一种关系 一种存在 那对于我来讲 一种可能性 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性的方式 就是人和人增加 很多种不同方式的 不同层级的 不同层次的 自然的流畅的一种连结 而这样一种连结 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 我们可以连结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打造出 或者是开辟出一种 新的可能性的世界 真好 说话说话了 真好 我的本行是做编剧 就是我们写故事 其实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人 所以我们有一个信条 叫做 不要受时代的规训 坚定不移的写人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浪潮 它有它的声音 有告诉你这样是正确的 或者那样是不正确的 也许人是渺小的 错误的 可笑的 不堪的 但这就是人 对吧 我们不能直接正确的 我希望大家有这种 更善意的声音 更夸耳的声音 不那么容易被爆发 对吧 不那么容易就被气到了 对吧 就能不能大家有看到 个体的人去爱具体的手 就是我们的 宏伟的愿望和想法